是會吻合的 它沒有理由你八字行好運 給你好樣子壞的 是不會出現的 即是有根據 一定會吻合的 不吻合是甚麼呢 我經常說不吻合是性格 因為我經常說 譬如你的八字本身先天樂觀 但我們中國人經常叫人小心點 那就變成悲觀 很細膽 這個是性格會改變 其實命運是不會改變 師傅 我想問一下 我的樣子哪個地方好 哪個地方不好 還是用九州輪廉法來看 不用問,最壞的眼睛 無論是眼睛連碎 你都可以把眼睛抹光都可以 眼睛不太差 眼睛不夠黑白分明 眼睛不夠白,眼神比較混濁 對著我們旁邊 阿三伯的眼睛也好一點 眼睛白白很多 他的眼睛不是暗的 我看過有些… 眼睛不錯了 雖然有角角岩茶 為甚麼角角岩茶 只是說回他上六七歲 這個有字,是否字 這個就是蜜或者智或者飯居 那些中文叫做 原來都是有影響的 這個代表爸爸,這個代表媽媽 媽媽身體又弱一點,就減分了 額來講,整體來說 其實額都是不錯的 所以到額運是有的加分 對 為甚麼你說大破相就沒有事 小破相就有事 看上去不要問為甚麼 這個是就是的 因為整個相很青亮白正 有一點一定有原因 整個胎記來講都研究過 問過有沒有東西 原來全部沒有意思 那如果他撞傷了 撞到鼻子勾了 或者撞傷那些… 這樣就有問題 那這些叫做大… 小的 小的 因為整個鼻子撞了 整個嘴撞了 拉騰宮丹的嘴是大的 大的就沒有影響 所以大的沒有影響 小的又有影響 還有這個 鼻子不錯 嘴子不錯 不怕,你只需對眼和眉 總之眉眼的年份 不要做大事 好,我們下一節回來 繼續有家庭館做個案 原來下巴就是家庭 左右分開了,對部家庭分開了 原來就容易婚姻出現問題 要遲婚才滅 風生水氣,風生水氣 要刀的蜂蜜 就會風生水氣 師傅,我們今天第一位家庭館長 就是朱先生 朱先生是做地盤工人 也做了差不多10年 但是要做散工 他想問會否可以找到一份 穩定點的工作 而且他現在27歲了 還沒拍過拖 這下才刷 是的 27歲都沒拍過拖 我一直跟他研究一下 師傅,為何他經常有這麼多女朋友 為何你沒拍過拖 是的,這個世界真的不太公平 沒有辦法 我們研究一下有沒有解救 我們先看看朱先生的耳朵 耳朵跟我一樣 大家方意為何我有… 你要白手興家 對,為何我有女朋友 你都歡迎,沒有女朋友那麼可憐 你顏色比我顏色更漂亮 我顏色比我顏色更窄 不過你顏色更可憐 你顏色更可憐 真是棘手一點 這麼大是美人鎮 很大了 美人鎮嗎 美人鎮? 跟美人鎮有甚麼關係 你這麼半桶水 美人鎮… 美人鎮真是美人鎮… 美人鎮與父無緣 我們早出來工作 很早 朱先生,這個顏色… 這都是顏色不太粘? 顏色不太粘? 不,顏色不太粘 顏色不太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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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有種性格衝動 不過眼神本來是柔弱 眼神柔弱來說,平時會退縮 例如你壓迫他便退縮 退縮到不能退 他突然間便會脾氣爆發 你的皮、眉骨、凸是這樣的 因為你皮、眉骨、凸要加上眼 如果眉骨、凸眼很兇的 皮氣很壞的人 眉骨、凸眼不夠兇 就代表經常人欺負你 你就忍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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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招頂不住的時候 一發不可收拾,打他 這個眉骨、凸就是這樣 朱先生眼有甚麼神? 是否三角眼? 三角眼,三角眼 三角眼就怎樣? 三角眼,三角眼就怎樣? 三十五、三十六被人壓 被人借錢沒得還 又或者有事哄他 大生意就死了死了 他不發 然後朱先生的拳又不算高 拳不算高 還算低 不過鼻多漂亮 鼻…這些叫做浮嗎? 浮 八成角上來講 鼻叫做比較好的 對的你又說快 現在浮都懂得看 挺厲害 嘴…我猜嘴是否叫嘴? 嘴都漂亮 嘴都叫做視正 下巴在這裏凹了 下巴尾 下巴尾 這個叫做… 如果你看西洋尚書 因為西洋尚書 他研究了不太久 剛剛有個卻德格拉斯 他有這樣的下巴 他說這個叫藝術下巴 不過千萬不要相信 你別一個人演戲 出名有這樣的下巴 你叫藝術下巴才行 原來下巴在家裡 左右分開了 下巴在家裡分開了 原來容易是婚姻出現問題 要遲婚才行 自己分開 因為這個是下巴在家 切開了就等於兩個家 兩頭住家 有甚麼顏色 好,給學生看 我們說了很多 誰說的 是,師傅 我看他山根也頗低 山根不算低 看一看,脫脫眼鏡 左眼也看不到右眼 哪裡低 好,那他的鼻子算是特別孤寒鼻 鼻頭有一個… 特別孤寒鼻頭 對,而且我看見他左邊鼻… 這裡有一粒子 是 會不會是孤座位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因為也不知道 當他是類塘還是孤座 我們將來見到這種情況怎麼辦 我們不懂得答案 就靜靜地別說 別人不知道,我們沒有說 對 還有我看到他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臉上這裡 左邊有… 右邊有一個粒子位 好像別人走粒一樣 對,這不是特色 我經常見到的 因為看人家很少 沒有留意這些事情 其實我們已經研究過 想來想去想不到甚麼意思 不過原來那個位置 也有點壓到拳 也是代表他拿不到拳 因為有幾個朋友都是這樣的 我研究過他 他做一些獨立的工作 又不用怎樣管人 所以有機會就不用管人 不能管人 師傅,他的法令是一高一低 小小 小小 這邊高,這邊低 一邊收一邊淺 對的,容易腳受傷 右腳不夠力 這裡有沒有多一條 這個是深一點 這邊是淺一點 簡直是不太見法令 是一條有法令 一條沒有法令 對嗎? 剛才說法令 一條有一條沒有 小心,有沒有學功夫 沒有學功夫 平衡力不夠 又扣了 行街 小心屈掉腳 還有甚麼 還有他的壓力也比較斜 可能是比較… 想事比較快 對,想事比較快 行動慢 想就天下無敵 做就無能為力 上也是 壓闊下馬窄 你別忘記基本的東西 是甚麼型 思想型 思想型 很多理想 現在屈屈不得知 覺得這麼多理想 做不到 還有甚麼 還有幽靈寵務有法侵 26歲應該… 幽靈寵務 哪裡有 幽靈寵務在這裡 右邊… 除了當被吸 這邊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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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又怪錯了 你一邊有… 不要緊… 可能你看這邊角度 我看那邊角度 對,這個是幽靈寵務 這邊又發侵 那邊 發侵不是很明顯 還懂甚麼 暫時這麼多 都很聰明 輪到我們看 首先看耳朵 耳朵通常兜風以後說 很極端的 一天出生很窮 一天出生很有錢 他的額來講 額角岩慘 與父無緣 出生有錢的機會 不是很大 變成少年兜風以後 就經常病 體質不好 和小時候的環境 一般 額又不是很漂亮 因為兩邊 額也凹 他本來的額 不是特別窄 是嗎 嗯 比起整個相來講 額也叫做飽滿 不過不好 這個位置有坑的 這個位置有坑的 這個位置有坑 因為這兩個位置 我就說了 讀書其實是看兩個位置 不是看夠不夠高 這兩個位置 寬就有讀書運 這個位置窄就沒有讀書運 那眉就一般 眉骨比較凸 頭眉就不太貼 那個眉骨 眉眼距離又窄 這個家裡一定沒有什麼緣分 很少見到家人 三角眼 左邊三角 35年容易被人騙 不是兩隻三角眼 一隻三角眼 一隻是這隻三角 這隻沒有三角 這隻正常眼 所以左邊 左邊 柄柄柄柄 柄柄柄的 不過這個很明顯 三角 這個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通常騙那一年 不用騙二年那麼慘 35年 那落到鼻就不錯了 鼻梁夠高 其實鼻梁合格 它是屬於山根窄 不是山根低 我不是說豬膽鼻 那些是山根窄 因為窄不同低 它山根比較窄 鼻比較闊 所以29歲那年不好 然後落到鼻運不錯 兩拳來講 其實不是太差的 雖然不是特別高 但它全部有肉包 再加上嘴、下巴這些部位 其實都不錯 虧到40歲 40歲之後有得翻身 那會沒有甚麼姻緣呢? 這個我就不知道為甚麼 命又有桃花 樣子可能不夠英俊吧? 還是你的人太內向? 因為我們看眼睛很重要 通常一個人的內向 比較難認識異性 譬如我們外向一點 不,很多女生喜歡男生 不出聲不出聲 哪裡有的 現在有很多女生主動 你們喜歡一些內向一點 還是外向一點的男生? 外向 這個不合年代 人家當然會有外向 天天躲在家裡 你眼眸我眼 那怎會對過世? 起碼都像我這樣 那朱先生甚麼時候有 朱先生有運行 43到73 所以不用怕 朱先生應該 性格不要那麼退縮 個人大都闊苦一點 因為你的人後面全部有運行 還有這三年 07、08、09 比較容易找到穩定的工作 不如讓你問一下 甚麼想知道 事業 事業其實不錯 是你的性格 稀少一點 因為看過命 還有看過相 都是性格 不得大都闊苦 要大都闊苦